歡迎收看《大爾花之》 曾經的香港特首 如今成為街下囚 人生起伏不勝唏嘘 這個星期新聞周期 我們就要帶大家 從曾應權被判刑20個月開始談起 曾應權成為港史被判刑的最高官 而且還打破了行不上特首的鐵律 曉耀哥哥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其實這一個事情 我覺得在中國大陸跟香港來說 都鬧起軒然大波 國際上也很關注 對 因為特首從來沒有走上法庭 然後還被收押 然後還成為街下囚 這應該從曾應權7年 曾經當過第二屆跟第三屆的香港特首 然後榮華富貴一時 居然會在這個地方疊交 他是在2010年到2012年之間 在決定熊濤廣播電台 未來拍照以及收回AM的頻道的時候 在做這個角色的時候 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他先跟這家電台的老闆 大股東 對 叫黃楚彪 他其實是東海集團的老闆 他認為將來他退休之後 他會在東海花園 也就是東海集團 在深圳蓋了一個房子 豪宅來著 豪宅裡頭居住 所以他在做這些決策的時候 他並沒有交代 他跟黃楚彪之間的關係 但是那個時候 其實只是在洽談租約 對 還沒有真正簽約嘛 對不對 他並沒有簽合同 但是這個對香港的普通法來講 規定的非常清楚 你沒有做利益迴避 你也沒有做利益的申報 事實上你已經跟黃楚彪談好了 而且包括這個房子的裝修費 300萬港幣 也都是由東海集團來出 這個對香港的普通法來說 這講得非常清楚 你作為主觀管 你在做決策的時候 絕對不能沒有申報這些利益關係 所以其實關鍵是在申報這件事 因為像我們在外面租房子 如果我今天跟房東講說 我的房子需要 你需要做哪一些裝潢上面的修正 或是要提供什麼 其實這是合法 重點是他沒有依法申報 對 這個是對香港人來講 他沒有做利益迴避 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因為它涉及三項罪 他被連政公署控告三項罪 有兩項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對 就是指沒有申報這件事情 對 就是他沒有說清楚講明白 他已經跟黃鼠標講好這個交易了 另外一個是公職人員收受利益罪 是指他當時有一個設計師 東海花園花了錢 請了一個很有名的姓何的設計師 叫何周禮 他後來是建議在行政會議當中 建議港府給何周禮受勳 來作為回饋 所以這個部分叫做 但是這個部分是不起訴啊 在第一審的時候 他是不起訴 但是後來我們看到星期三 也就是22號宣判的時候 有很多法律學者講說 有可能事後還會重審 就這個部分還有可能控方會上訴 但是這一次他主要被判刑的 20個月的部分是在於 違反那個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嘛 對不對 所以因為這個東西被判刑 我是這樣認為 我覺得其實大家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看的更多的是香港的連結跟法治 過去香港的連政公署 還有香港的法治是被全世界公認是 非常按照英式法律來執行的 而且過去香港的法治也非常被香港的民眾 驕傲這也是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當中 最核心最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這一次的事件 正好就展現了香港的核心價值 在連結跟法治的部分嘛 對 因為你知道過去在這個 曾一全當政的時候他曾經講過 他希望他之後香港人怎麼看他 是說他是一個好的香港仔 為香港做了一個好的香港夢 而且是一個清官 可是現在我們看起來是他是一個貪官 而且他是一個壞的香港仔 而且為香港人帶來了惡夢 但是從這個事件裡面 其實有40多封的求情性 是在替他說話 我們從求情性可以看出 曾應全一生的功過 曾應全他是很典型的 就是從英國統治的時代 他就一步一步從公務員這樣升上來 從他的穿著打扮 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 一般我們的政府官員就是打領帶嘛 不管世界上的國家 他是很正式的 他上班一定是打領結 所以我今天準備了一個領結 啾啾給大家看 那他希望大家怎麼稱呼他 他有一個綽號 以前叫做寶太 真就是寶太就是英國的這個領帶 領結叫做Bowtai 所以他就說他希望人家記得他 就是說他會打這個領結 代表他很認真 很負責 那現在回過頭去看 他在一些包含像金融海嘯的時候 對香港的對應 還有跟後來 也就是跟現在的梁振英一比 他確實是一個比較優秀的香港的特首 然後他也順利的連任 那他在連任的時候 他講說我要做好這份工 當時被很多人批評 就是說因為覺得說 你只是把這個當成一個工作 你並沒有把這個香港的特首職務 當作是一個很神聖的一個事情 但是事後回來看發現說其實他這個特首 做的也沒有那麼差 所以包含很多泛民主派的一些議員 有很多是他以前英國統治時代的老同事 或是老朋友都很支持他 都站出來替他講話 而且因為他的性格非常剛直嘛 洗行餘色 據說他是香港行政圈裡面 要求特別高的那個首長 對啊 所以就是相對的 反而是這些跟他共識過的人 最推崇他 那反而是大陸支持的 就是這些我們叫建制派 其實按台灣的說法 就是親中派的議員 保皇派 比較對他就是完全也沒有護短 所以有人這麼說就是這個 北京放棄他了 對 建制派只有一個人寫求情信 是不是北京已經遺棄他了 小杜怎麼看 有可能啊 因為上次那個議員宣判的時候 所有的建制派議員都離場嘛 就是上次鬧很大的那個香港兩個議員 那這一次居然只有一個人寫 那這可能背後確實是有指示 我是這麼覺得 小賴哥哥也這麼認為嗎 我認為不是 他被北京放棄不是 其實你在看 香港媒體在對 曾蔭權他做了七年的特首當中 他涉及的貪腐案件超過八件 那很多媒體是把它挖出來之後 廉政公署還有香港的 香港的相關部門才去查 所以是有自由的媒體 才有很很完整的法治 然後香港的法治 一直是被大家遵從的 像這一次這個事件出來之後 也有我看到很多大陸的網友說 哎呀 這些事要是在大陸 不要說是春冠犯這些事了 要是到縣一級到省一級 這些都不是個事 那為什麼在香港 他就能夠坐上牢 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是 香港在法治獨立 這件事情上是受到尊重的 會不會日後造成一些影響 因為過去針對賄賂的 那個條例的部分 其實特首是不適用的 那這一次他是直接用普通法 來判曾蔭權的罪 那接下來前任特首 歷任特首跟現任特首 我覺得不會 對 因為在現在這個狀況之下 對曾蔭權開刀之後 這個梁振英有可能在今年 坐上國家副主席 政協副主席 政協副主席 對 會選上政協副主席 那就跟董建華的位置是一樣的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不高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這是曾蔭權現在陷入了牢獄之災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位 同樣是引起爭議的 是諾貝爾物理獎的得主 楊正寧 他最近也被受爭議 理由是他放棄美國籍 然後變成中國籍 到底為什麼這件事情會引發議論呢 為什麼要被罵 因為楊正寧他的身份 跟他的年紀比較特殊 他是基本上就是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 你歧視九十幾歲的人嗎 也不是啊 他是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時候 培養出來的精英嘛 他爸爸其實也是北大的教授 就是38年以前的北大的教授 那他去美國 基本上跟現在的中共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他剛開始去美國的時候 他拿的是中華民國護照 甚至於在他很特別的是說 他在得到諾貝爾獎的那個時候 他其實還是領有中華民國國籍 這跟後來的丁造宗 還有甚至李遠哲都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他們已經有 對 李遠哲跟丁造宗 在拿到那個諾貝爾獎的時候 已經是美國籍了 但楊正寧跟李正道 當時還是拿中華民國護照 所以說他是成名了之後 他才放棄中華民國國籍 那他當時的說法是說 因為中華民國當時外交上 有一些困難 所以他拿中華民國護照 他很多地方旅行簽證 他不方便 可是台灣允許雙重國籍 他在美國同樣可以同時 擁有美國跟台灣 中國的國籍 中華民國國籍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 他自己的想法吧 那反正他拿了美國籍 拿了這麼多年 包含到他後來回大陸 2004年之後 包含他跟翁凡結婚 他回大陸 他都還是繼續拿那個 美國國籍 那到現在才放棄 我覺得跟美國政府的查稅 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美國政府這兩年很積極地 在查所有的美國公民的海外收入 包含你現在去銀行簽的時候 他會問你說你有沒有綠卡 你有沒有美國護照 有的話你要勾選 對 沒錯 對 現在大陸的主要爭議 我看了一下 大家把焦點其實是放在說 其實他不是 他是一個機會主義者 不是一個愛國性的行為出發 才去拿回中國國籍 就大家對他的評價 就爭議主要是在這部分 有很多的議論 就等於說重點放在他的動機 其實我是從教育的角度來看 他從1990年就開始回中國大陸 教書了 2003年開始在北京清華大學教書 他其實為大陸培養了很多的人才 我去上過他的課 親大 我在82歲要取28歲那個新聞上 我去追過他 所以我知道他上課非常的認真 然後他的上課在物理系是滿的 然後有很多學生 他還是非常非常欣賞他的教課方式 雖然他那時候年事已高 我不會從這個角度來看 說他是一個機會主義者 我倒覺得說 他是想就是落葉歸根嘛 對 他會想作為一個中國人 他將來就是要留在中國 也避免了一些其他的紛擾 比如說還會有人說他是美國基 還有您剛剛講的稅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是用這種心態 反正將來他會跟他的夫人翁 翁帆 對不起我老是跟翁紅搞錯 差很多歌 翁帆 然後一起在中國大陸養老 不管怎樣 我覺得評斷不管是一個人或是一個事 應該去看那個事實的結果 而不是去評斷他的動機 而且以楊正寅來講 他的江湖地位跟學術貢獻不如否認 沒錯 看完這兩個男人之後 我們要帶大家去看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女人 而且她是一個霸氣女總裁 我的手機世界上第一 但我講的不是銷量第一 但我最起碼對消費者的承諾 我的品質我可以講第一 我今天在說我這兩名 而且不會壞 你敢摔嗎 就是這驚天一摔 讓所有人見識到格力電器董事長 董明珠的強悍 最近董明珠又開口表示 要照顧員工直到退休 到底這福利有多好呢 這次在說想 我們所有的員工在格力電器 能夠通過幾年的時間 讓每一個員工都享受到 兩方一廳的待遇 這個錢是誰來掏的 我掏啊 是指他們的收入可以負擔這麼多 不不不 我就給他建房蓋起來 還給他做一個 董明珠強人作風 時常引起網民討論 之前的加薪和送手機 都還不夠看 這次的兩房一廳福利 更是展現出 董明珠強悍的經營手法 和獨特的個人風格 這個是董明珠 我覺得董明珠 最讓我們台灣記者喜歡的是 她的直爽跟她的霸氣 在過去我們看到 在她跟雷軍之間 董明珠 VS 雷軍 十億賭局 對 十億賭局 然後小米 格力VS小米的過程 你可以看到 他的論調和他的理論基礎 它是非常非常紮實 而且獲得大陸實業界的支持 就是你中國必須要有一個 非常強壯的實體經濟 你才這個基礎上 你才可以去發展 你的互聯網經濟 如果你的基礎是虛的 上面互聯網經濟也是虛的 雷軍的看法是說 現在已經過了那種 你在家裡把東西做好 然後等待外面來訂單的 這個時候了 你應該講情懷 你應該要講這個 互聯網的粉絲經濟 然後圈到錢 之後才來做東西 那是在2013年的時候 他們倆 所以就為了這件事情 兩個人讀起來了嗎 可是你看到董明珠在這麼多年 你看他去年還給員工 加薪一千塊 然後每個人還發一支 格力二代的手機 很好啊 那個年終獎 還有一萬塊錢的獎金 然後格力的產品 每年還有百分之九 甚至百分之十幾的成長 去年稍微差一點 但是還是在百分之十左右的成長 我覺得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是啊很好很豪氣的女總裁 為什麼要引發大家的討論 到底他哪裡做錯了 因為你知道 格力總共有七萬多員工 在國內外有十幾個廠 如果每個人都可以發到兩房一廳 他必須要多掏8.4億元人民幣 很好啊 他自己掏啊 你看好大方啊 對不對 阿杜如果是你 你不心動嗎 他這樣可以留住員工 對啊 因為現在大陸這些電子業的產品的廠商 其實非常的競爭啦 然後包含像百度啊 像華為 其實他們的福利也都很好 所以他如果這樣掏出來一個 他確實是一個非常 除了霸氣之外 他也有助於留住優秀的員工 他可以讓員工跟企業 變成一個命運共同體 可以留住人 因為那個兩房一廳的房子 只是要等到他如果可以在這個格力 待到退休 房子就是他的 沒錯 這很合理很好啊 當然董明珠也非常非常有自信 超強的個人魅力跟自信 大家都知道他發手機給他的員工 可是你知道在格力一帶手機 你開機的時候會出現董明珠的預兆 開機頁面是老闆 開機頁面是老闆娘的預兆 所以有很多網友說半夜開機的話 會被嚇醒的 就是說畫面十分驚悚 那後來到第二代 你看他剛剛講說 他的手機是全世界第一的 就是他摔不壞 立刻摔 當場摔給你看 你小米敢摔嗎 對 小米不敢摔 你就看 美軍就沒有應戰 這是聰明的 就是他是一個很霸氣的 連去年格力空調的廣告 他自己親自做代言人 按道理來說 這麼大的一個產業 他是珠海最大的產業 這麼大的一個產業 女老闆根本不需要來做代言人 他隨便找一個楊蜜 或者是找一個范冰冰 李冰冰都可以 他這樣可以獨樹一格 而且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 知名度很高的企業家 對他其實知名度夠高了 他可以起到宣傳效果的 但是他就是告訴你說 我自己對我的產品很有信心 而且我已經走向國際 我也要讓你們所有的消費者都知道 我們全體員工 對自己的東西是有信心的 你知道他那個手機在發完之後 雖然號稱每一支手機 三千五百多塊 三五九九 對 可是後來員工拿到之後 立刻就在大陸的閒語網上 用一千兩百塊就賣掉了 那這件事情 讓董明珠非常的沒面子 我就覺得我送你們這個 送我 我送大家手機 是希望大家體驗過之後 有什麼缺點 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給我 結果你們都不用 你們都拿去半價賣掉 這對他來說是個侮辱 所以他後來要查儲 他一講說要查儲 所有人又下架 他又把手機帶回去用 大家會講他霸氣 除了說他很大方之外 還有就是他永遠理直氣壯 對 我覺得 這個理直氣壯還做得真不容易 你知道因為我們 我們跟大陸創投業界 經常有接觸 然後我發現 大陸的銀行家 對他非常禮貌跟客氣 你知道嗎 在大陸這麼多家 上市上櫃企業當中 沒有跟銀行借一毛錢的叫格力 像這種產業還真不多 所以對他是佩服的五體投地 超厲害的 而且他常下戰帖 沒錯 網民就開玩笑 每次他下戰帖 那個網民就會寫說 董小姐 怎麼不約了吧 就不要再賭了 別人也在有這樣子的約定了 所以其實大陸的網友 是期待像這種企業家更多 更會照顧到員工的福利 重點就是說 因為大陸的房價 實在是落差太大了 你對於那種就是農村 或者是比較偏遠地區省市來的 他即便是租海的房子 他可能工作一輩子 他也買不起 你可能一個月看 月薪兩三萬人民幣很高 但是其實你永遠 掌薪的幅度 永遠跟不上房子 他這樣一給大家房子 反而會讓大家安心 安定人心 而且你會降低你想要跳槽的衝動 沒錯 這是留住人的一個很重要方法 我真的覺得 董明珠是一個有智慧 又有霸氣的女企業家 當然在商場上面 這樣子的女強人很值得學習 她們也很幸運 可是在中國大陸 有很多在社會底層的女性 日子就過得沒那麼好了 而且甚至是很辛苦的 據說在農村裡面有 只要花一百塊 你就可以找到代理孕母 這個價錢是可能有一點爭議啦 不過就是說 我相信是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的 因為大家記不記得當年那個 河南賣血的那個事件 其實用現在的標準來講 大家可能也覺得匪夷所思 賣一管血只賣了5塊10塊錢人民幣 幾十塊錢 對啊 代孕的話 相較之下 它當然過程比較長 比較複雜 那產富可能會有一些危險 會有一些生命上的一些問題 但是如果到了地方上去 他們可能真的需要這筆錢的時候 他就是還是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不過我們從媒體上面看到的一些小廣告 其實不是100塊 是10萬塊 或是1萬塊人民幣 但是我覺得這個價差真的太大了 我自己在廣東住典採訪 我覺得以廣東的費用來講 廣東本來就是大陸改革開放前沿 所以它費用比較貴 一般是30萬到50萬代理院母 農村的 就是去農村找 然後你的配胎是市館做好的 然後植入母體 然後這個費用是30萬到50萬 我倒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就是過去大陸媒體往往會從 複製人的這個概念去看 或者是說 它是不是涉及到這個 人倫的這個問題 其實如果在中國大陸長久以來 這個問題已經討論20多年了 而且現在大陸 中國大陸的代理育母的這個地下產業 是很很興旺的對不對 對啊 應該還是蠻興旺的 因為其實他們的醫療沒有那麼普及 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原因 然後他可能有一些偏見 譬如說像我們現在都知道 就是說其實男女生的性別 是男方的精子決定的嘛 但是很多人可能 還沒有這樣的觀念 那可能就會生不出來 然後生不出來之後 他也不知道原因為何 沒有對症下藥 那他就只好過了幾年之後 他可能就用這種方式 來處理他的就是 想要一個小孩子的這樣的願望 我看在網絡上面 還有所謂的代孕網 就非常公然的在網絡上面 招攬那個代孕的生意 對 而且他 然後另外還有算一算好像據說 有超過千家的代孕公司 是 因為這個是一個龐大的產業 就像我們剛剛講 它一直存在 而且已經二十多年了 像這一次會被掀出台面 就是在湖北 湖北這家公司 就是他的一些農村 是某一個鎮的一個這個農村 甚至去那裡的那些 農村的女孩們 她們都覺得只要老公同意 公公婆婆同意 她是用自己的身體去賺錢 沒有什麼不行的 而且你不這麼做 人家才會說 你看那個誰的家裡都蓋樓了 你肚子還空的呢 就善用她的那個升職的能力 去掙錢就對了 對 她覺得那是用體力 去幹活的一種行業 據說現在在中國大陸 有四千萬對的夫妻 其實是需要包括人工受孕 或是代理孕母 來幫助繁衍後代的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市場 可是大陸的市場那麼大 處處處商機 倒不一定每一個你都能抓得到 像咱們台灣民品展 據說現在在大陸的展覽 踢到鐵板 跟政治是有關係的 其實我們去年在採訪的時候 剛好那時候已經 520已經過了好幾個月了 其實貿協的官員都有跟我們講說 就是說其實大陸給他們很大的壓力 因為現在外貿協會跟台旅會 是少數台灣可以在大陸 設點的算是半官方 甚至可以說是直接就是官方的機構了 然後他們其實要處理非常多的關係 包含他們跟地方政府的關係 跟商務部門的關係 跟司法機構的關係 你辦一個民品展 你可能需要動員非常多的人力 物力還有這些所謂的關係 那現在大家也會看風向嘛 就是說你已經台灣已經換黨執政了 然後我好像上面也沒有要繼續 那新政府也沒有打算要接受九二共識 那我們就不要再給你這些方便了嘛 以前很多錢其實是地方政府掏的 一年會辦九場啊以前 最高的時候辦到九場 去年好像就開始變少了 去年變六場 今年更少 對啊 今年據說會減少到兩場 只有南京跟廣州 兩場 對啊 去年像還有像 像呼和浩特啊 像東北都還有辦 今年就已經都 應該是都不會有了 對啊 那這個是背後真的有 那個政治的因素在裡面嗎 你覺得 我覺得就是 你要叫人家掏錢支持你 或者動用關係支持你 你要有理由嘛 你如果就是說 大家的關係不好 那我幹嘛幫你這個忙 你的東西你就自己去市場上賣就好啦 我不需要幫你辦什麼展覽 那包含我們之前去年 在南京採訪的時候 其實他們很多地方政府 是希望我們不要去報 台灣民憑展的新聞 就是說有這個活動 有觀光展的活動 有民憑展的活動 但是希望你盡量不要去 他甚至會另外再辦一個活動 把你吸引過去 讓你去採訪 這麼妙 小艾哥哥你怎麼解讀這個 我覺得分兩個部分看 第一個部分我贊成 小杜剛剛講的就是 政治原因是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因為畢竟台灣已經現在是綠營執政 綠營又找了一個非常綠的人 來做貿協的董事長 這當然對中國大陸繼續辦 跟貿協合作辦這個台灣民憑展 有他的顧慮 但是另外一個大陸自己本身 跟台灣的這個民憑展 過去這麼多年辦的已經告一階段 已經打響了那個民憑的名號 已經打響了他的知名度 也完成了他階段性的任務 在幾千家參加過民憑展的 台灣的這個客戶 台灣的這個商人當中 大陸的很多buyer 就是他的買家 跟台灣的這些銷售者之間 他們之間怎麼搭上線 是不是跟大陸現在的電子商務結合 或者是跟大陸的這些平台 比如說像京東 淘寶 或者是一些固定的這個採購流程 去做進一步的配合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應該要想 就是你相同的展 你是不是要變化更多的方式 而不是只是用台灣民憑展 來做一個平台 那小阿哥哥我想問 假設王志剛不下台 因為王志剛的大陸關係非常好 假設小英不把王志剛換掉 那民憑展不受影響嗎 王志剛是被馬英九換掉的 對 我說假設他不換掉 同樣是一個大陸關係非常好的人 來當冒邪的頭 我覺得不會 就是他可能會變換其他的方式 但是跟台灣民憑展相關的活動 會繼續辦下去 對 就像那個時候 我們知道在世博會的時候 不是台灣館是一個天燈嗎 對 那很多人就講說 如果冒邪當時堅持這個館繼續存在的話 那在上海甚至在其他各地 都有這樣一個經常性辦台灣的展覽 比如說台灣的產品 台灣的旅遊 台灣的美食 台灣的藝術 相關的展覽的館 應該還會繼續存在下去 那兩岸急凍了 現在可能就不會存在下去了 我自己瞎說了 但不可否認這個事件 可能有一些政治考量在裡面 但也正好台灣民憑展 已經完成它的階段性 需要到一個轉型的階段 對 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 需要再轉型了 但接下來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覺得就真的是很政治了 因為今年正好是 對於我們228紀念日70周年 但是中國大陸也高調慶祝 不是慶祝 高調紀念 到底為什麼 228跟中國大陸啥關係 這一次是 今年是22870周年 每一次大陸逢五逢十 都會特別的慶祝 經驗 像你看2012年2月24號 我們看到這個全國台聯 台盟 還有社科院的台灣史研究中心 舉辦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慶祝會 其實當時的定調就認為說 228是中國大陸解放戰爭當中 是光榮愛國主義的一部分 就是延續 然後他強調的228是起義 是起義 是謝雪洪帶領的台共組織 在台灣島內發動的一次 反蔣介石集團的一個起義 當然這個 但是歷史就是被這樣利用 這個台灣一定不接受 所以從前年的抗戰 到去年的孫中山 到今年的228 當中都在搶這個話語權 你覺得有用嗎 我覺得在國際上 可能會有一點用處吧 因為其實大家現在 也不太關心這個問題 但是搶話語權這件事情 要大家聽得懂才行 因為像那個 我看到對外宣傳 他都說所謂的228是 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個部分 阿杜你聽得懂嗎 以你這個鮮肉級的年輕人 你聽得懂 我覺得台灣一般人 應該不接受這個論點吧 那我乍聽之下 我會覺得說 反正推翻國民黨的 就是解放戰爭嘛 對啊 那這個你要把它解釋為 這個一部分好了 對我看到一個香港的評論 他覺得這個是黑色幽默 其實到228 在台灣在90年代民主化之後 就沒有再這樣的提法了 而且不斷的道歉 也對他給予國賠 那反倒是要看一看 中國大陸 你看發生這麼多事情 從89年到現在 就有很多事情 政府並沒有道歉 也更沒有賠償 更不要談說 對他的歷史責任負責 那我覺得在台灣這方面來說 還是做得比較前面的 我們可能需要幫大陸翻譯一下 這個所謂的話語權 要重新去解釋228這件事情 應該就是要講說 228是台灣人民抗暴 不是為了台灣獨立 而且在這過程當中 共產黨也幫了一些忙 就一語無當年 紅軍解放大陸是一樣的 可是一般台灣觀眾聽不懂 所以他是不是要講給國際大陸 要講給國際大陸